嗨 歡迎收看自由汽車頻道 大家好 我是秀 讓我們歡迎二手車單 小思哥 耶 大家好 我是小思 小思哥 我們今天來找你 就是我有個所缺要求於你 就是我可能想要賣車 但是我賣車我是新人 我是新手 我首先要注意中古車上哪幾點 我才不會被騙了還是怎麼樣 這二手車的價格 殘值 它像是這個期貨一樣 它會隨著市場的供需而改變 但差別在於二手車的價錢只會往下 不會往上 所以通常從你有賣車的這個念頭到真的賣掉 通常在一到兩個禮拜之內 來做一下功課 再去研究 那這樣我覺得它的行情價格會比較準確一點 假設我今天有一台Toyota好了 那什麼樣的車是比較保值的啊 Toyota會比較好賣嗎 還是說怎麼樣 你要知道一台車它的保值性好不好 對 你看路上能監督的高低你就知道 你剛剛講Toyota 比如說一些Camry的車系啊 Artis車機啊 甚至Yaris的車系啊 路上到處都看得到 你每天一出門到回家 你可能有看到了數不清的這些車款 那你可想而知 這個車它就是非常的經濟 非常的好照顧 妥善率非常的好 而且是這個市場主流 大家都很喜歡買的一個車款 所以說它在二手車它的保值性就會比較佳 那如果有一些比較冷門的車款啊 例如一些什麼標誌啊 或者比較冷門的韓國車系啊等等的 它可能你路上能見度沒那麼高的車子 你可能你的保值程度就會差蠻多 那車上他們怎麼如何估價跟開價的 其實很簡單啊 其實車子我剛剛講像期貨 所以例如說在這個時間點的 某一個年份的某一個車款 它就是會有一個標準的價格出來 就是以有成交的一個行情為原則 就像炒鞋 運動鞋啊 現在很多年輕人喜歡玩 為什麼每一個鞋子都會有一個價格出來 其實那很簡單 那就是銷售末端的價格啊 這個鞋子多少錢 我把它登上 PO到網路上有人馬上買走收走 那這個行情就成立 車子也一樣 我們已經知道它固定的價格在哪裡了 可是我們因為是二手 我們就要依照它的品項 來做一個遞增或遞減 比如說你的車子 哇外觀刮傷好多喔 車況很不好 或是公里數特別高 很多的變數都會影響到這個車 車商估價的殘值 還有當然你照顧的保養不好啊 到處都漏油 那當然你二手車的價格就會比較差 不過基本上就是用一個行情的原則 然後來主一的扣錢 說這個車你照顧的狀況 哪裡不好要扣多少錢 當然你的車很棒 顧得很好 會往上嗎 對會往上啊 里程很低 對不對顏色也正確 回來車商不用思索太多 它只要洗一洗做個美容 它就可以上架販售了 你知道如果你的車是一台像我剛剛講很糟的車 那我跟你收回來之後 我還要花一段這個整備的期間去整理它 結果到最後從跟你買回來到上架已經一個月過去了 哇不好意思 那個價格 期貨的價格又往下跌的時候 哇我車商的風險就高 就會有損失了 所以時間也會是這個車商考量的一個重點 看小市長知識好不好 今天大家看到這個影片 我釋放一點點小小的力多給大家 假設你現在到一些網站上面 你看到很多賣二手車的網站 你去參考他們的賣價 比如說一樣跟你一樣2014年Artist 然後去看別人都怎麼賣 假設你抓出來平均的價格是在36萬 他們在末端 銷售末端的價格 那你去扣掉一層至兩層 大概就會是你的車子現在的殘跡 小沛寶 再來就是什麼樣的顏色 它比較難賣出去 顏色跟性能會很重要嗎 我覺得顏色要看車種 比如說賓市有一些大休旅車 那個G-Car有沒有 侏羅紀公園裡面有一台那個 看起來很壯的那種休旅車 它如果是均綠色的你說棒不棒 很棒 帥 那今天假設你是一台Artist 結果是鵝黃色的 喔 怪 欸 像計程車 對不對 很像Tessy 對不對 那價錢當然不會好啊 不過如果你是一台這個 雙門的保時捷場 敞篷車或是跑車 鵝黃色帥 法拉利黃色帥 所以其實顏色要跟你的車的這個車種 對 它的這個要做一個匹配 之前我可能覺得 黑色白色灰色 不管什麼樣的車種 都搭 都搭 你剛剛講那幾個顏色其實就是主流的顏色 就是安全 safe 你不管你買的是休旅車 跑車也好 轎車也好 代步車不管 你只要是黑色白色灰色 其實現在是最安全的safe 顏色講完了性能 有說一定要怎麼樣嗎 性能其實不太一定 因為你要記得二手車好玩的地方就是 不管每一款車都會有人想要接手 真的嗎 因為每個人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有人喜歡老車 對 然後有人喜歡很新的時候有人喜歡跑車 有人喜歡像你剛剛講的很有性能的車子 不過其實最主流的應該是這個經濟的車款 就是它很省油 妥善率要好 對 那當然它原廠售後的服務也是好的 是 這個其實才是目前這個台灣這邊比較主流的一個車種 是 就是人人都需要 它只是需要一個遮風避雨 有冷氣吹 然後可以站在小朋友可以偶爾出去玩 其實這個才是目前 大家 大眾 最普遍 價格最棒 最多人買的車子 那會有想說要拔妹的車嗎 我買來拔妹 基本上 那算性能嗎 哪方面的性能 附加價值 那小師哥 假設我要賣車了 時間點也有差嗎 其實有幾個時間點 二手車的價錢是稍微會往下跌的 會有大概兩個時間 第一個時間就是我們現在即將要來到四月這個時間點 因為第一個四月是要繳所得稅的季節 那第二個 四月份呢 汽車有一個叫做拍照稅的稅單 會寄到你家 就是要繳稅 所以會造成四月其實賣出來的車比較多 但是呢 大家都繳所得稅沒錢買 想要換二手車想要買二手車的人 就會在這個月先hold一下 因為我要繳其他的費用 對 所以他就會忍著不出門買車了嘛 所以在四月變成什麼 供過於求 然後還有第二個時間點是在農曆七月 除了民俗月 那因為這個大家不喜歡在這個月份買車嘛 所以他的一樣這個需求就減少了 對 然後供給其實在民俗月也是減少的 因為大家就是盡量都不做一些什麼產權 買賣房子買賣車都一樣啊 結婚大家都盡量避免在民俗月 所以他整個供需都是下降 緊接著小朋友開學 幹嘛繳學費 農曆七月之後 通常二手車還會有一波的掉價 所以你要避開這兩個月 但是最好最好 賣車最好的價格 我覺得是在過年之前一個月 因為其實民俗月這一波價錢調整完之後 再來就十月 十一月十月就是年底了 大家就賣向一個大月 所謂新車跟二手車式的一個大月 所以他的交易量會很頻繁 所以大家都缺車 我好多客人等著要買車 可是我都沒有車 你剛好有一台車要賣我 好啊你車不錯我快點給你買 好一點的價格跟你買沒關係 因為我後面有客人在等著 就是大家比較阿沙利一點 對 所以大家可以在四月之前 以及農曆七月之後 大家可以去賣 去賣成會可能會賣到一個好價錢 對 像我們聽了那麼多 可能有一些他們說了什麼話說 我們可能會稍微可以知道一下 我講比較常見的就是 先報高價 你也知道貨比三家不吃虧 車商也知道你要貨比三家不吃虧 所以你今天你來請我估車 你車開到我店裡來 我看完我發現 你只是想要來問問價格 假設我想跟你收25萬好了 那我就跟你說那個大概30萬 好那你就出去比了 結果你比了一圈 每個人都跟你估25萬26萬 你最後你會回來我這邊 上個禮拜我有來估過 那30萬那我想要賣給你 沒有那上個禮拜30 現在不是30 那沒關係討論一下嘛 你也去比過了 那你想賣多少錢呢 別人估多少錢呢 別人都估25萬26萬 好啦那我就26萬3000跟你買好了 那你也懶得跑 因為你也累了 因為你跑了很多間 對你跑了一圈 所以這個是其實是賣車最常見的一個問題 是是是 然後賣車要注意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好假設你真的已經談妥你要賣了 那你要確定說對方 有沒有把你的車過戶啊 過戶啊 不過戶是最常發生的問題啊 這樣是一個不對的交易方式嘛 今天我東西 迎貨兩氣之後產權就是要轉移走 那為什麼車商不喜歡過戶 因為一過戶就要繳稅啊 那如果今天買回來之後我不過戶 到時候賣掉直接從你的名字到下一個人的名字 那其實我就沒有參與在其中了 我就不用繳稅啦 我就不用繳營業稅 我就沒有所得啊 所以你車賣出去 你一定要說 你有沒有幫我過戶 什麼時候馬上立即要幫我過戶完成 沒過戶還有第二個原因是 不想負責任 你說車商 對 整個資料 尖體戰的資料上面的名字是 你直接給下一個車主 對 那萬一下一個車主 他車有問題會來找我 我說沒有 我是幫他賣的 我是撞起人 你去找他 他就來找你 好 所以這規避責任跟討稅 是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 除了錢拿到之外 你一定要 過戶 而且他盯著他有過戶 這真的很常見的問題 這幾乎每一天都在發生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你們議定的價格 是不是最後你到手的價格 好30萬跟你買了 好講好了 簽了合約付了一個訂金給你 那我回去 回來過戶喔 過完戶我再把尾款給你 好啦我過完戶說 欸 不好意思 你這個車回來冷氣突然就不冷 怎麼會這樣 他說我開的時候好好的 不然你看不冷 那怎麼辦 可能要扣三萬 那壓縮器好貴喔 一個要三萬 那我們賣的人 怎麼要去提防 像這種 其實這個蠻難提防的 真的喔 對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 所以你可能要研究一下這個 網路上的評價是最重要的 車上的評價 對 這也是為什麼 大家都來找我的原因 不是啦 置路總是來得這麼突然 今天算是上了非常多課 有關於賣車的 如果我要賣車的 你可以聽剛剛小師哥所講的一些意見 以及重點 大家趕快筆記操起來 那最重要就是 你要賣車還是買車 就要來歡迎來找小師哥 自動置路 哇太好太好太好 不錯啦 我不會開發票去的 好了 那我們今天自由新生頻道 也謝謝小師哥 謝謝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